闪电狼AD选手Baddy接受现场主持人Jesse采访曲自Garina Life 记者陈耀宗台北报道 英雄联盟2018LMS春季赛本3日出战的闪电狼成功赏给后4连败 连续两局更是得以不到30分钟的游戏时间结束比赛可谓效率之高 赛后闪电狼AD选手Baddy接受现场主持人Jesse采访曲全文如下 Jesse上周输给Offro一场但今天看起来大家状况调整得非常好 目前气氛如何 Baddy我们在团练的时候还是有些沟通上的问题 可能英文要再好一些 我们有时候讲英文都听不太懂 Muja说小蛇英文非常好快去跟他多学 他哦我是有问过他但我也没有觉得他有特别好 叫Jesse目前上路打野各有两名选手 团练的条是如何 Baddy就是我们有好多打法 如果是早晨他真的打得很凶 就真的不听我们在讲什么 难怪不妨问你怕你讲对有坏话 这也不是什么坏话 早晨有时候也是玩得很好 Jesse你们第一场放出上周被禁用12次的克里斯达 你的第一选是选出伊泽瑞尔 怎么会有这样的选择顺序 Baddy因为我们团练选择伊泽的次数比较多 我也觉得玩这只玩得比较好 克里斯达可能是我玩得比较差一点 所以就不拿 Jesse伊泽瑞尔下个版本的Q好像有被削弱耶 你怎么看 Baddy他前四等的时候差很多 因为他的伤害减了30 你在前面Q到人都不太痛 但是过了五等前的幅度就变少了 我觉得他在中后期还是很强的角色 Jesse第一场的伊泽瑞尔 把冰给清掉就可以往上转 如果我们吃了火龙 下路又要再清一波冰才能再去上 这样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 Jesse伊泽瑞尔对于闪耀剑的选择是大于需要时间堆叠的水滴 怎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Baddy因为如果出水滴 我的线上并不会变强 闪耀剑出来我可以打得很凶 一直跟对面换血 我用Q打他们 他们是打不到我的 不会担心魔剑太晚成型 如果我出闪耀剑线上变得更强 我可以压制到更多东西 水滴的话可能会少压很多 Jesse第二场下路线有些反转 你的崔斯塔纳配上布朗姆 被对方的沙亚瑞空压制得非常惨 不过梦珍还是偏照顾中上路 队伍的考量是怎么样 Baddy因为那场封堂拿了阿奇尔 她说这场可以打得很凶 就尽量打中野二打二 那我们下路就说糊弄 Jesse为何在LMS不常见到沙亚加瑞空的搭配 Baddy沙亚瑞空前期很强 但中后期就不会像我拿泡娘加布朗鲁来的强 因为我这两只都事后起脚 那线上要怎么对抗他们 尽量A到兵 有些兵他们往前走的时候是不能打 可能要放一两只兵 我们前面被压是一定会的 Jesse这周的赛事时间都偏长 闪电狼是如何这么快很准结束比赛 Baddy可能是我们比较会抓失 558因为他们失误的话 我们可以快速去做视野 吃小龙巴龙及转线 他们只要巴龙一失误 没有视野 我们就会尝试去试看看 Jesse明天你们要对上一样未尝败机的G-Rex 他们下路是来自LCK世界冠军队伍的AD 自己怎么看待明天下路的对决 Baddy我一定会尽全力去打 希望他们不要真的那么强 让我们可以二打二获胜 叫 Jesse现在打现对于赢游戏的关键 是不是没有影响这么大 还是会战决定最后的胜利 Baddy现在会战太重要了 你线上就算赢也不会赢太多 除了你线上能单杀很多 让你整场领 先很多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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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